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真实的历史上 长安城还真的发生过两次猫妖事件 一次发生在隋朝 一次发生在武则天时期 而这两次猫妖事件闹得是人心惶惶 当时家家户户都对猫敬而远之 以至于后世出现了很多关于猫妖的民间故事 那么猫真的可以化人为妖吗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时间来到公元598年 隋文帝阳间的皇后独孤家罗病了 病状相当怪异 不仅全身疼痛难忍 肢体抽搐 就连样貌都变得无比猙獰 已经看不出来人的模样了 多名太医阵断无骨 最终一名太医咬之后 曹牙对杨坚说 皇后可能是猫鬼附身 在古代 猫妖又成猫鬼 并且当时猫成为妖孽作怪的传言也非常多 真真假假难以分辨 但是眼前的景象 怎么看都不像是正常人生病的样子 反而像是被脏东西附身 让杨坚一阵胆寒 不仅如此 在同一时间 权倾朝野的隋朝开国功臣 宰相杨素的妻子郑氏也得病了 症状居然和独孤皇后一模一样 皇帝媳妇和宰相媳妇 同一时间被猫鬼附身 这让杨坚的怒火蹭蹭往上涨 下令彻查究竟是谁在捣管 事情很快有了结果 幕后主使是上将军 严周刺使独孤之 当时的隋朝 除了杨坚的杨家 第二大家族就是独孤氏 独孤之是皇后独孤家罗的弟弟 他的大姐是一姑周明帝的皇后 四姐嫁给了全臣李 李的儿子就是后来唐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 同时宰相杨素的妻子郑氏 和独孤之的妻子还是一母姐妹 独孤之的一名奴婢徐阿尼亲口承认 自己就是一世猫鬼的人 但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受到独孤之指使的 但问题是独孤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徐阿尼的招供中 独孤之的家族 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血氧猫鬼的邪恶家族 他的外祖母高氏早就开始血氧猫鬼 并且用这种邪术杀害了自己的妻子郭沙罗 之后他又将这种邪术传授给自己的女儿 也就是独孤之的母亲郭氏 徐阿尼正是从独孤之的母家 学会这种妖术的 而独孤之的妻子正是的母亲 同样也在血氧猫鬼 独孤之与妻子的结合 也可以说是两个猫鬼妖术家族的结合 而独孤之为了报复朝廷 才决定施展猫鬼术害人 事情查清了 接下来就是处罚了 杨坚本来是要处死独孤之一家 但是独孤家罗皇后苦苦哀求 独孤之的弟弟独孤者 也跪在殿外向姐夫求情 杨坚最终心软 还是免了独孤之的死罪 将他贬为庶民 他的妻子被关入寺院为尼 徐阿尼也被就地处决 不久之后 独孤之突然暴毙而亡 至于是他人陷害 还是自我了结就不得而知 经历了猫鬼一案 独孤家族在朝中开始逐渐示威 其实这件事疑点很多 独孤家罗和杨坚妻子正是同时生病 事情怎么会那么巧 杨坚和杨坚在这件事当中 充当了什么角色 这件案子之后 谁得到的利益最大 大家都知道杨坚是七管阴 独孤家罗得失的时候 他连妃子都没有 不过在这件案子之后 不仅独孤家族衰落了 几年后独孤家罗也死了 杨坚在后宫终于可以不用再看 独孤家罗脸色了 不过在这件事发生之后 让大家惶恐的不是杨坚的心机深沉 也不是独孤制的蜂魔刑警 而是猫鬼似乎是真实存在的 他是真真实实能够给人诅咒 让人以极其恐怖的状态 惨死当场的无骨之术 下骨之人可以操纵猫鬼 杀死指定的人 从而夺其财产 于是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 开始畏惧猫的存在 甚至出现了皇宫之中 禁止养猫的规定 当然也有不怕猫鬼 不信传言的人 比方说一代女皇武则天 她在入宫之初还曾经养过猫 直到后来她亲自被人下了一道诅咒 才彻底让宫中进猫 大家都知道 武则天原本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财人 然而武则天不是安分守己的人 他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 在李世民病重期间 和太子李治不亲不出 于是在李世民死后 武则天去了感业死出家为宁 后来被李治接回皇宫 成为了李治的招野 因此和当时的王皇后 以及萧淑妃关系十分对立 根据旧堂书的记载 就在公元655年 武则天唆使李治 飞出了王皇后和萧淑妃 并将他们贬为树敛 按照史书的记载 武则天当时对二人实施了古罪之行 这个刑罚那是相当可怕 就是将人的手脚砍掉 把舌头割掉 把眼睛挖掉 然后放装了酒的大酒缸里泡了 有点像人指 没几天 王皇后就被折磨死了 但是萧淑妃还拼命吊着一口气 在临死之前 她就对武则天下了诅咒 求下辈子阿妩武则天变成老鼠 我变成猫 生生恶其后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 这就是萧淑妃死前过过嘴也而已 但在古代 人们很相信诅咒的力量 萧淑妃的临终诅咒 让武则天又惊又怒 下令宫中辞后不许养猫 以防萧淑妃回来报仇 而在此之后 武则天每天夜里在恍惚中 都能看见他们争宁的惨状 以至于不得不从长安移居到洛阳 所以史书中描述 倒以屋中 有一居蓬莱宫 附近 古多在东都 那么当时大家对猫鬼之说 究竟忌惮到何种地步呢 在大唐书役第262条都有明文规定 续造猫鬼及教导猫鬼执法者 街角 家人或之而不报者 皆留三千里 足以证明有很多人 都对猫鬼的存在深信不疑 甚至还会研究歪门邪道去施法害人 武则天的这桩秘诗 加上我们前面讲的前朝秘文 让猫鬼之说在当时迅速深入人心 也让大家对猫妖的存在深信不疑 不过要说顶流猫妖 唐朝的猫鬼在下面这位选手面前 也会有点不够看 它就是极具传奇色彩的金华猫 在清朝监护集以及异物指中有在 灵猫一体 自为阴阳 所谓金华猫 顾名思义 就是浙江金华地区的一种猫 可以看到很强的地域性 可谓是除金华火腿之外的第二大特产了 那么这个金华猫到底有什么神异之处了 传说金华猫被人饲养三年以上 就会变成猫妖 其特点就是金华猫会整夜蹲在房顶 对着月亮张开嘴巴 吸收月之金华 用不了多久它就会离家出走 钻入深山老林 再出来时 你家的小可爱 就会变成一只彻头彻尾的骇人妖怪了 并且金华猫成经后是雌雄同体 非常擅长迷惑人类 遇到男人就会变成美女 遇到女人就会变成美男 遇到男童就会随机应变 深暗尾妖之道 老母君看到这里 扬起了神秘的微笑 好你个小猫咪 成了精也是个见色眼开的老色匹 那么猫妖变成人之后呢 就会跟人回家 然后尿洒在人家的水缸里 人喝了被污染的水 猫妖在人肉眼中就会变成隐形 这样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吸收人类的精气 人也会越来越虚弱 从设定来看 这个猫妖也可谓中规中矩的妖怪 算不上太厉害 也并非无敌 家人发现异常 可以在病人身上披一件轻易 如果第二天衣服上出现毛发 就可以确定是猫妖所为 猎犬便可围杀猫妖 再把猫妖扒皮抽筋 烤着吃肉 病人就可痊愈 不过这里边还有一个麻烦的设定 病人如果是男人 就要吃雌猫的肉 如果是女人 就要吃熊猫的肉 否则就没有效果 这也算是金黄猫妖的一大最咸猪的特点了 除此之外倒也没什么特别 就像前面说的 中规中矩的妖怪 那么为什么清朝之前 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猫妖这么少呢 其实我们说一个动物 想要变成人们口中的妖怪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往往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需要很长的时间沉地 所以说 但凡那些快智人口的动物妖怪 往往也是自古比较常见 和人类接触时间比较长的动物 或者是比较凶猛 令人敬畏的动物 而猫都没有这些特质 古代的猫和现代的猫 其实是两个概念 我们现代养的猫 绝大部分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品种 古代虽然也有猫这种动物 但其实并不好养 因为普通老百姓少有鱼粮 自己都吃不饱饭 谁爱养这玩意 虽然猫可以帮人捉老鼠 但也会损害家禽 偷吃人的食物等等 少数适合的宠物品种 也是从国外进口的 一般都是达官贵人才养得起 并不是和现代一样是常见宠物 比如我们说 12生肖中就没有猫 这可以侧面说明 古人对猫的接触比较少 缺乏神话发酵的基础 自然也就很少有关于猫腰的神话传说了 也正因为古人和猫咪接触的少 猫咪始终没有完全被人类驯化 一直保持自身独有的野性和神秘个性 猫腰的故事 我们不难发现 古人很容易将猫咪与恶性事件捆绑 而猫在心理学意向中代表着神秘莫测 诡异 直觉 潜意识 智慧等 所以更容易被妖魔化 但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归根结底恐怖的是人心 可爱的猫咪只是惨遭污名化的小可怜 那么看了古代的猫腰文化 你是不是没想到 小小猫咪竟然也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